主席还有各位同仁 今天我们想请问的是 我们到底只是希望 现在这些违章工厂就地合法 还是我们真正要去辅导管理 如果我们今天真正要辅导管理 当然国民党的提案是相当务实的 我们都知道这个议题已经非常久 可是如果我们今天真希望要辅导管理它 回归到大家刚刚讲的 不管是从国土规划的角度 或是要从我们今天相关的农委会 相关的我们的环保署 以及我们相关的有关于我们的经济部 这些相关的部会都有关系的时候 我就不知道为什么民进党党团要坚持 只是由经济部来主导一个督导会报 如果经济部今天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就像刚才国民党我们总召所说的 为什么到现在只有七家合法 如果今天经济部真的有能耐 我们今天还需要在这边讨论这样的一个修正动议吗 所以我们就要问说到底你今天只是民进党想要政策买票 就地合法 还是我们真正要达到辅导管理 让这个问题有办法获得解决 如果希望这个问题我们正要正视它 当然必须要接受国民党的党板 而且刚刚在协商的时候 其实除了民进党党团之外 我们各党其实有共识觉得这是应该可以来做的事情 就是由行政院院长来进行这样一个督导会报的一个主持 那为什么需要层级这么高 当然就代表一个政府对这个议题的重视 以及呢因为它是跨部会 也牵涉到县市政府 而且因为院长亲自来主持 各部会才会重视这件事情 如果它只是由经济部来会整 我跟大家说 如果大家有处理过有参与过政府部门的会议 到时候可能只是一个科长层级 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的一个汇报 而这不是我们现在希望要积极的辅导管理的一个初衷 所以一定要拉高层级到院长来主持 然后实际上来掌握各种的状况 包括我们要为现在违章的部分 会不会扩大以及如何做相关的处理 以及在这个汇报里面我们也希望要纳入专家学者 以及民间团体代表共同来参与 那如果按照民进行讨论说 由经济部来主导 然后之后呢有必要来报行政院再来主持 大家都知道请问一下哪个部会会承认自己能力不够 报行政院 所以这都是不可行的方法 请接受国民党党团才是一个最正确 谢谢林委员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